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鸟 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 卢瑟福他的政治神学 上一次的视频跟大家聊到了 卢瑟福是怎样子看君王与人民的 那今天就要跟大家来看一看 他是怎样看公民看命的责任 怎样子看人民应不应该来抵抗暴政 那什么是暴政呢 卢瑟福就认为暴政是撒旦的杰作 暴政不是上帝的工作 因为无论何种形式的罪恶都不是来自于上帝 那个是对权力的放弹浪用 它不是来自于神 而是来自于骨蛇 来自于那个邪恶的本性 当一个政治的当局 比如讲一个君王 他将这个权力运用在 这个职位性质所规定以外的目的的时候 那他认为就出现了暴政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一件事情 就是得罪一个人是一回事 而得罪一个国家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样子才能够理解一个君王和暴君之间的 基本上的区别 卢瑟福他就以大卫作为一个例子 因为他在杀害了乌利亚的时候 这个大卫他是犯了谋杀的罪 但是大卫并没有因为谋杀而受到惩罚的 他没有对国家放下这样子的罪 他也没有成为一个暴君 而变成不再是一个合法的君王 而暴君是指经常违背成名 违背国家公义 违反法律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以圣经当中 卢瑟福以圣经当中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故事作为例子 将现代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力的这种疯狂行为 跟尼布贾尼撒的疯狂思想来进行比较 他用24点来说明了君王的个人自由 其实是比普通人还要少的 他也列取了君王的很重要很巨大的职责 而这些职责非常大的限制以及影响了这个君王他的行动 比他的臣民 比这些普通老百姓所受到的限制更大 卢瑟福他又进一步指出 其实罗马书十三章当中 他要求的对更高权力的这种顺服 这种服从 都是对这个行政长官的权力 还有他的职务的服从 对政府的权力和职务的服从 或者说这都是一个对合法使用权力的人的这样子的服从 而对国王君王滥用的暴政权力 他没有说应该要服从 律法他明确的规定 我们要在主里服从我们的父母 如果尼路命令基督徒要去拜偶像 那这个就是对权力的过度使用 他说我们要服从每一个来自上帝的权力 那个是上帝的命令 但是不公正或者过度的权力不属于这一点 他并没有去区分所谓在 邪恶还是在合法的事情上的这种主动服从 但是我们需要去加以区分 一个政府他可能是被允许按照上帝的主权的意愿来进行这样子压迫性的 或者逼迫的这样子的行动 但是这绝不意昧着上帝在道德上会认可这样子的政府 比如说尽管西六王他在犹太地区杀害这些婴儿 尽管基督是在上帝的命令下被钉死的 但是这两种行为在道德上都是不震荡的 都是错误的 一个民族与一个暴虐的政府达成了契约的这种责任是不合法的 因为人民是永远不可能能够跟一个违背了上帝律法的统治者来达成这样契约的关系 达成圣约的关系 上帝给了人类不许谋杀的这样子的责任 因此由我们要推导出不可谋杀的这样子的义务 自我防卫是必须的 但是暴政政府他剥夺了公民的自我防卫的权利 所以在卢瑟福的政治神学当中 他认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都有这种固有的尊严和权利 这个核心概念是关于法治的主要论点之一 卢瑟福关于抵抗的义务抵抗的责任的基本观点 也是来自于这个自然法理论 认为上帝在每一个生物当中 都植入了保护自己的这样子的自然倾向 卢瑟福指出 自我防卫存在于自然界的所有生物当中 比如说公牛他会用他的脚来保护自己 老鹰会用他的爪子用他的慧来保护他自己 为了证明反对非法政府的权利和责任 卢瑟福他提到了三个关键的论点 首先他认为暴政是属撒旦的 不与之斗争那就是在抵挡上帝 或者换一种说法 不抵挡暴政那就是对上帝的不敬 第二放弃由上帝提供的自我防卫的权利 是一种罪 第三因为统治者是在有条件的基础上 被赋予权利的 如果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那人民是可以撤回他们的同意的 他认为如果有一个有着错误腐败的企图的人 他败坏了立法机构的诚信 那人民是应该要去反对他的 因为政府的这种行为对人民没有法律的约束力 如果人民听到的时候仍然保持沉默 那他们的沉默其实就表示了他们的同意 并且使这个成为了强制性的 但是如果人民大声去反对这种不公正的法令的话 那这种法律它就不再是法律 充其量是有问题的 他就用大卫自我防卫对抗扫罗王的例子 比如讲在这个历代字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四节当中 这一段经文他就显示 整个军队都在帮助大卫来抵抗扫罗刺杀他的企图 当我们翻阅整个圣经故事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帝他是赞美大卫对这种邪恶的抵抗的 大卫他在暴政底下的耐心还有他长期的忍耐 是一个试图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民众的良心上面的专制主义权威 所不能够比拟的 卫瑟福他认为如果军王的任何行为违背了法律 那我们就可以去抵制他去抵抗他 卫瑟福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他说如果一个国王一个军王他试图要强迫他的一个子民 一个臣民来发生性行为 那这个受害者应该要从身体上面去抵抗这个军王 因为他是一个好色的暴君 他不是作为他军王的身份来做事情 他也用妻子有义务与丈夫同床共争的例子 但是如果说这个妻子他担心丈夫会在床上杀了他的话 那他是可以不这样子做的 所以从这些圣经经文以及自然法的例子当中 我们就看到我们不能够就这样简单的去顺从暴政 卫瑟福在谈到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 他指出这个十三章其实指的是合法的权威和权利 当罗马的政府当局他告诉彼得和门徒 他们应该不去传教而应该要违背上帝的时候 这些人服从的是谁 是上帝而不是人 当这种政府来强迫人们去做违法的事情的时候 这一个政府他就成了一个独裁者不能够被人所跟随 所以这个并不违反罗马书第十三章 公民政府以及他公民之间的这种关系 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这样子的协议上 他认为罗马书十三章第一到第二节对于讨论到这种抵抗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此为例子来证明其实政府是上帝所设立的机构 从而证明君王的建立是合理的 他声称所有的行政官员 所有的政府官员 包括次级的行政官员 包括君王 都是上帝给了他们权利 所以他承认如果去抵抗他们 那就是抵抗上帝的命令 然而无论什么时候 卢瑟福做出这样子的说法 你都会看到他提出一种抽象的权利 以及具体的权利之间的对比 抽象的权利是上帝所授权的 而具体的权利则有可能会去背离上帝的指示 比如说当比拉多他去责备耶稣的时候 当一个统治者的行为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 并且违背了上帝的意愿 就不可能说他的权利是比另外一个统治者更大的 因此他们可以被抵抗 对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二节的这一个解释 支持了卢瑟福的主张 也就是君王还有次级行政官员 要承担同样的直接后果 这个支持了他对后者在前者变得暴虐的时候 要去进行抵抗的权利 还有义务的强调 那同样他也认为说 这种抵抗必须要由下级 就是次级的行政官员来进行处理 与君王一样 次级行政官员 他也是上帝的直接代表 他们是由上帝所任命的 是要去散散罚恶的 是为了要人民的利益 作为上帝的仆人的 他认为如果上级的这些官员呢 他试图要犯罪的时候 要犯错的时候 次级行政官员就必须要反对他们的权利 去履行他自己的这个职责 当一个暴政 他对社区对这个国家进行犯罪的时候 次级的行政官员他有责任去反对这个暴政的 包括在必要的时候组织武装进行抵抗 他甚至认为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 普通的公民呢 都有可能可以合法的拿起武器来对抗这个暴政 特别是他想象了这样子的一种情景 就是君王 然后议会 国会 他都违反了所有的这些法律 都形成了暴政 使人民没有任何负责任的地方官员来维护律法 那人民公民就要拿起武器 卢瑟福他也指出这种消极的服从 还有暴力的抵抗并不互相排斥 他们是可以共存的 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目标 不是要禁止所有的暴力的抵抗 很明显他没有说任何形式的暴力抵抗 相反 根据基督的例子呢 他禁止暴富性的抵抗 他禁止以牙还牙 卢瑟福说 虽然使徒在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当中 他就指示了人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 你要表现出耐心和忍耐 虽然耶稣他自己的个人的不抵抗 是我们要遵循的这样榜样 但是他并没有叫我们要完全放弃自我防卫 卢瑟福称基督这种被动的顺服 是基督的一个非凡而罕见的例子 基督是领受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命令 是天赋给他他愿意舍命的这样子的命令 他的情况不能够被当作是一个规范性的 的确基督徒被命令要通过耐心 通过受苦来模仿基督 但是这个命令是为那些只有两个选择的人写的 也就是为他们的信仰受苦 或者否认基督这种的情况下 当然也有一些古代的教父 比如讲塞浦路斯 他就提出说基督徒是不能够用暴力来抵抗暴政的 抵抗暴君的 卢瑟福的辩护就是 如果有一个杀人犯要来杀塞浦路斯的父亲的生命 那塞浦路斯是否应该要自我防卫呢? 卢瑟福认为跟抵抗这种暴政相比的话 寻到不一定是首要的选择 而当谈到我们应不应该武装或者用暴力来抵抗暴君的时候 卢瑟福认为以武力去击退这种不公正的武力是震荡的 当一违反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约 不应该导致这个统治者的宗旨 即使是有一两个个人行为违反了这个约 也不会导致约关系的这种宗旨 因为还是可以纠正的 还是可以惩戒的 但是如果一个君王他的行为威胁到要破坏整个国家 要挑战到社会的基本结构 那么这个君王就应该要被取消他的完全 他的权利 对卢瑟福来说 如果使用暴力是不必要的 那他应该选择逃离 暴力是在最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的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他只在扫罗睡着的时候 剪断他的衣服的原因 因为大卫当时还能够逃跑 也因为扫罗和他的士兵并没有要侵犯大卫的生命 所以暴力是一系列自我防卫策略当中的最后的手段 所以最后总结 众上所述 Samuel Rutherford就声称 政府的他的权利是来自于上帝 是通过人来成为这个宗宝的 他认为政府存在于堕落之前 然而因为人类罪的存在 政府他是必要的 卢瑟福更倾向于亚里士多德的这种 有限和混合的君主制的政府的形式 也就是国会跟君王跟国王一起来统治 而他认为所有形式的政府都应该要服从在上帝底下 卢瑟福在对比这两种制度的时候 他同意 其实暴政相对于无政府状态是更可取 但是他从来不认为暴政是上帝对和平治理的 这样子最重要或者最充足的这样的方式 政府官员是有责任去主持正义并且去保证人民的安全和和平的 在他的政治神学当中 卢瑟福与他的自然法理论是相互联系 特别是谈到政府的起源还有抵抗的权利 卢瑟福对良心有很重要很高的看法 因为他反对行政官员 反对政府去干涉一个人的良心 虽然他认为摩西律法中的司法律不一定需要遵守 但是摩西律法当中的这个道德的准则仍然是需要遵守的 因此旧约中关于政府的论点在今天 他仍然是可以使用 卢瑟福认为君王是不凌驾在律法之上 也不是律法的最终解释者 他是受制于律法的 卢瑟福指出在君王和人民之前有一个门约 有一个约 君王有责任来进行正义的统治 而人民则应该要服从他们 两者都对上帝父有责任 他同意尽管是有区别 但是教会跟国家是对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责任 卢瑟福他反对用暴力来改变人的想法 所以他同意人民应该要服从君王 不是因为君王的这个为人 而是因为他的这个权柄的地位 人民是高于君王 因为上帝把选择政府的权利给了人民 卢瑟福他同意暴政是撒旦 因为他违背了圣约 没有为人民尽到公正和良善的责任 人们是有责任去抵抗暴政 因为这个是上帝给了人的这种自我防卫的权利 当暴政迫使人们做违法的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要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 卢瑟福说抵抗必须要由次级行政官员 或者下级行政官员来进行 只有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 那普通公民才可以对权威进行抵抗 他同意被动的服从 还有暴力的这种反抗是可以并存的 但是暴力的反抗呢 必须有条件的进行 根据卢瑟福的说法 如果使用暴力来拯救自己不是必须的 那我们宁愿选择逃跑 他说如果战争是在人民同意的情况下来进行 那么一场战争就是合法的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跟大家 完全的借这四个视频 谈到了卢瑟福他的政治神学 下一次我们就要把加尔文和卢瑟福来进行比较 你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你可以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 还没订阅 欢迎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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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